一起學成語 童童姐姐 你覺得我這件衣服好看嗎 很好看啊 真的嗎 那你覺得我在這邊 多加一個口袋怎麼樣 如果你想的話也是可以啦 太棒了 還有童童姐姐 我告訴你 我還想在我的裙子旁邊 多加一圈荷葉邊 這樣子就更像公主了 其實甜甜姐姐 你這件衣服已經很漂亮了 你為什麼要畫蛇天族 再加這麼多複雜的花樣啊 你覺得這樣子不好看嗎 還有什麼是畫蛇天族啊 畫蛇天族是一句成語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這是一隻蛇 不過蛇怎麼長出腳了呢 畫蛇天族 是用來指做事情多此一舉 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糕了 畫蛇天族 這句成語是怎麼來的呢 在古時候 有個負責廟堂拜拜的人 這個拜拜的人呢 在每次拜拜結束之後 都會準備一些酒 來送給這些幫忙的人 作為答謝 可是啊 常常發生來幫忙的人太多了 可是酒太少了不夠喝 所以後來他們就想了一個辦法 來比賽畫蛇 看誰可以把蛇畫得最快 就可以贏得這壺酒喔 哇 這也太有趣了吧 嗯 比賽開始之後 有個人三兩下就畫好了 他驕傲地說 畫蛇真是簡單了 這個人一說完 就準備要拿酒起來喝 不過想了想 他又拿起了樹枝 他又拿起樹枝要做什麼呢 難道是要再畫一隻蛇嗎 大概是吧 因為他很會畫蛇 No no 不是喔 他想把蛇加一點小東西 加什麼東西啊 我來替蛇畫上腳 讓他跑得更快 這個人得意地替蛇畫上四隻腳 這時候有人說話了 等一下 你沒有資格喝酒 說話的那個人把酒給搶走 他說 你真好笑 蛇哪裡會有腳呢 你替蛇畫上了腳 那就不是蛇了 所以這壺酒是我的 第二個畫好蛇的人 開心地喝起酒來 而幫蛇畫上腳的人 就只能在一旁懊惱了 這就是成語 畫蛇天族的由來 用來指多此一舉 反而讓事情變得更糟糕了 所以 彤彤姐姐 你是說 我在我的衣服上 加上這些裝飾 就好像畫蛇天族 根本是不必要的 反而讓自己的衣服 變得更醜了 是啊 這樣大家要了解畫蛇天族 這個意思了嗎 一起學成語 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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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